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通哥 我知道你们在看我 你们要好好认真看 因为今天我要温暖温暖你们 渣男 又在泡妞呢 在自拍呢 看我帅气的脸 真臭美 渣男 渣男这俩字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啊 很多男的都怕被别人抱出来自己是渣男 或者说怎么样 但你好像还挺享受别人叫你渣男的 所以享受别人叫自己渣男 我也怕啊 我看你啊 别人叫你渣男叫的越多 你越喜欢跟女生一起打球 越喜欢去冒女生 是吧 没办法啊 我又捂不住她们的嘴巴 她们叫我只能 哎 默默忍受了 然后嘴上好像说不太愿意 然后心里啊好爽是吧 还好还好 就有时候去到 球场打比赛 然后别人会叫 渣男渣男 那其实我 我感觉不 其实我不太喜欢了 因为我觉得有点没有礼貌 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校园型活动 然后打得比较热闹了 然后跟女生一起打 然后这时候被叫其实 对这时候 到这个点叫我其实觉得 也蛮 就是主要是想 呃 带动一下气氛 大家都蛮享受这种氛围的 嗯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好 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 然后给了非常多草根球员 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的机会和平台 那你当时怎么想走上网红这个道路 其实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当个网红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布一些 呃自己打篮球的视频到网上 然后只是记录自己的生活 15年的时候 开始发布了第一条跟的篮球视频 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反馈 第二天睡醒的时候 发现自己多了2000多个粉丝 哎一下子感觉到蛮有趣的 挺有意思啊 后面就一直持续发自己的篮球视频 然后发现有挺多人都喜欢看我打球了 就我刚毕业的时候 呃就是我是高中毕业的嘛 因为我没有考上我想要读的大学 结果我就去辍学了 然后那时候 呃我就呃别人就给我推荐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 呃然后那人是我的篮球队队长 因为做这个工作就是想有更多时间去打篮球 然后他是呃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上班 然后都是晚上十点多 然后呃做到凌晨五六点 所以都是在呃凌晨时候工作 所以我有更多时间去打篮球 其实我觉得很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呃去一些企业上班 有很多人都都期都期待 就是想要可以打篮球 又可以有稳定收入的工作 然后很多人都选择这种呃需要找打篮球人的单位 国企的银行 对其实是很多的 然后后面我就进了医院呃在里面呃打了一年的篮球 但是在读书的时候一直认为这是我想要的 后面呃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经历过的东西了 然后我也也不想继续呃在那里了 然后我觉得呃这样没没有什么前途 然后面呃呃朋友就介绍我到上海 一个更大的企业去呃去上班去打篮球 然后结果我在干要出发的前几天我就受伤了 我就呃当时是什么伤病 是左手粉碎性骨折三处粉碎性骨折 然后结果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那种感受 我准备要去了 然后突然一下子有一个正面的伤病 嗯让我很崩溃那时候 后面我就去做了保安 去做了三个月保安 就一边工作一边呃修养 呃在做保安这期间 其实呃手上的伤还没好了 然后我会呃有时候会就是每一天其实在下班的时候都会偷偷去打一下球 就一边手打 然后我回去以后也不敢告诉嘉宜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让我打篮球了 然后呃到 一一六年的九月份吧 然后我就也康复的差不多了 就呃去了上海 那说到路人王其实你现在已经拿了五个亚军了 但是说对于一个这个小个子球员拿五个亚军 五次进入决赛已经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了 那你觉得你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到路人王手冠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也算是我人生一个小小的目标吧 就希望有生之年能拿一个哪一次冠军了 其实我跟大部分人应该是一样的 最早知道杨松哥是一个短视频平台的篮球网红 一开始认为他是不是就是一个花架子 花里胡哨的动作 真正用到实战中应该不太好用 呃但是后来17年我解说他比赛开始 当我真正看过他的比赛之后 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第一印象不太一样 他好像有两把刷子 简单吧 这谁都可以做 没有认输 你刚才这个动作真的是我觉得太难了 我觉得你换别人过来也做不了这个动作 其实 就因为我们都是靠技术和吃饭的嘛 像我们平时打球练的基本功 还有运球都会比较多 因为本来也没有身体优势 所以在技术这边我们会练得比较细腻 那你之后怎么打算 你对你未来的一个规划呢 嗯 其实啊我觉得 嗯 比赛也参加过了 综艺也上过了 就是很多荣誉都拿过 但是 未来的话我希望 嗯 能帮助到更多喜欢篮球的人 所以我以后 可能会做更多一些 立志的 一些短视频 然后去影响一些年轻人 还有我希望 之后是会去到很多城市 然后跟很多人交流 让他们看到我 然后就是能影响到他们很多草根球员 就是觉得我可以做得到的 他们也可以做得到 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 去感染到更多的人 尤其像我这种身高不高的 其实小个子也可以打好篮球 像我这种草根球员 也可以发光发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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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